我们来看制导题 制导题考察我们进程的优先级 我们进程的优先级分为静态优先级和动态优先级 我们的静态优先级就是我们进程在创建之初确定的 整个过程中都不会再改变了 静态优先级的依据有三种 一种是进程类型 我们知道系统进程就是我们跟操作系统有关系的内容 用户进程就是我们的用户的任务 比如说某个共享的输入设备 是由系统进程来控制管理的 那么与这个设备相关的用户进程都要依赖这个系统进程 所以说显然我们系统进程的重要程度要比用户进程要高 在批处理和分时系统结合的操作系统中 为了保证这个分时系统能够及时地响应用户的请求 那么前台的进程是要高于后台进程的 那么接着是我们进程对资源的请求 我们系统通过一个进程使用处理机的时间 它所占的内存大小和它所需要的IO设备的类型来决定它的优先程度 但是进程运行所占的处理机的时间并不是确定的 所以我们的用户需要提供一个估计时间 估计时间就是看它占用资源的多少 如果一个进程需要的资源多 那么我们系统就认为它占用处理机的时间长 那么它的优先级就会低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用户要求 我们的用户要求系统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需求 给它们设置优先级 所以提出了高收费高优先级的策略 我们的AB选项考察的是我们静态优先级 A选项计算型作业的优先权和IO型作业的优先权 我们知道计算型作业就是它的大部分的操作是在CPU里运行的 而IO型的作业需要等待IO事件 也就是等待IO的输入输出 而IO设备的输入输出 一般不能在系统中长期存在 我们的IO型作业要及时获取CPU去处理它的数据 防止这些数据丢失 所以IO型作业的优先权要高于计算型作业的优先权 那么B选项用户进程的优先权是应低于系统进程的优先权的 那么CD选项考察是动态优先级 我们动态优先级划分也有两个依据 一个是进程占有CPU时间的长短 一个是就区进程等待CPU时间的长短 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们下课的时候有几个小孩一起去打水 那我们的饮水机就相当于是一个CPU 那么小孩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进程 如果就在打水这个小孩拿了十个水杯 那么他所占用的CPU就会时间非常的长 那么如果有一个老师在旁边 相当于是我们的系统 那么他就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他就会让这个小孩重新回到队伍的队尾去排队 或者是就不让他再运行呢 后面的小孩一直在等 前面一直在插队 那么这个小孩一直在等 一个老师呢也会看不下去 会让他先去打水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占有CPU的时间长短 和等待CPU时间的长短 C选项 随着等待时间的增加 其优先权呢应该是升高 那么获取CPU的机会呢就会越大 D选项 随着进程执行时间的增加 其优先权应到降低 所以制造题是D选项 那么这种增加的增加 这种增加的增加